1 2 2 get get 哈喽 和响们到毛蛋的视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6月份爱用品 评价大牌各占一半吧 因为最近用大牌买大牌特别多 发现了很多好用的那种比较贵的产品 我怕大家一下子觉得毛蛋你变了 你推荐的东西我买不起了 避免给大家这种压力 我还是有在继续试一些评价的产品 所以今天有很多实惠的产品不要错过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来 第一个产品有点罪恶 那就是一个米饼 这是一个吃的东西 热量还蛮高的 哎呀 我现在在减肥 深受其害 因为它真的好好吃 其实也倒没有说好吃到那种 就是你没有吃过这个味道 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吃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或者是品尝到了那种 非常简单纯粹的那种好吃的东西的感觉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这个是芝士夹心味的 它的包装就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 这个牌子是贝利克的 据说它是可以泡水喝的那种 所以它入口是极化 并且你觉得那口感非常细腻 是很酥的那种 嗯 今天就是这个味道 主要是一种米虾 还有那种很饱满的口感 然后瞬间就好像在你嘴里面画掉了 就你本来是咬了一大口 然后就突然消失在了你的口中 我觉得吃这个挺上瘾的 你吃完一个之后 你会觉得特别不满足 你会想吃第二个 你看它那么一大个 它是比较轻的 所以说它就是每100克的热量很高 2500千焦大概是 如果喜欢吃米饼的话 可以去尝一下这个 这不会特别甜 就是那种一点 不会让人腻的那种味道 然后第二个爱用品的话 应该就是我手里的咖啡了 最近超爱喝的饮料冰咖啡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杯子也挺好看的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一定先把咖啡给磨出来 给抛出来 然后在里面加入大量的冰块 超级爽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美式冰咖啡的做法 小粽子在叫 听到了吗 你看小粽子 那这个就是我第三个爱用品 你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小奶猫有多么多么可爱 我的天哪 就是浑身上下都是软绵绵的小手 小肉球又Q又软 你每天看着它 就把你魂给吸走了 你知道吗 就不想干别的事了 所以我这段时间真的还挺懒的 就没有拍他的东西出来 挺抱歉的 都是被他耽误的 要赖就赖他 他为什么叫小粽子呢 就是当时灯午节的时候 通哥出去礼发 然后在路边看到一只眼眼一细的小橘猫 就是这个小家伙 他当时就直接趴在地上 然后叫的叫不出声 脑袋都抬不起来那种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给救下来了 当时小粽子 他还是那种眼睛全都是浓 眼都睁不开的那种 挺不健康 然后感觉就是营养什么的也不太好 看得太可爱了 变得特别小 当时他有睫膜炎 还挺严重的 就眼睛是肿的 吃饭吃饭 然后 这是我第一次救助这种小动物吧 算是 看着一个眼眼一细的小生命 到现在就活蹦乱跳 然后又很可爱 然后在我家新吧 呢也达成一团 就是 老母亲的那种爱泛滥了 哎突然跑题了 我们再继续分享 这个冰咖啡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 如果喝白盖水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喝不下去 所以 特别喜欢喝饮料 然后现在我在减肥当中 就不能喝含糖的饮料 那这种冰咖啡 又凉 然后又香醇 我觉得喝起来还蛮好喝的 并且这个杯子也超可爱 不爱喝水的小朋友 你们可以买一个就是 好看一点的杯子 就会刺激你 让你特别想拿些杯子来喝水 或者喝什么东西之类的 所以 喜欢喜欢 好啦 正是开始讲我们的彩妆产品 首先我喜欢用的底妆 没想到吧 Fenty Beauty的这支 可能是一个多功能的 一个 算是提亮的一个产品 之前我还蛮嫌弃它的 觉得怎么那么干 好难推开 怎么样的 后来我跟它磨合了几次 我发现 还是跟妆前有关系 如果妆前保湿做得好的话 它是一点都会干 并且它推开之后 是完全没有什么粉感的 但是它会有提亮 然后有一些均匀肤色的效果 那我现在夏天的话 特别喜欢很轻薄的底妆 所以呢我最近呢 就是喜欢用它涂在我脸上 需要提亮的地方 需要把那个肤色给矫正的 稍微亮白一点的地方 然后用手把它抹开 非常原始的上妆方法 但是妆效还意外的很好看 就刚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不太自然 稍微过一会儿 然后上一点点那个粉饼之后啊 就像你自己本来的皮肤 没有任何的那种粉感 妆感非常非常轻 不会斑驳 不会浮粉 非常的轻薄 毫无负担 所以这是我喜欢用它的原因 就突然发现它有这么好用 那如果我想画一个 稍微浓一点的妆容 稍微精致一些的 那我就会用这个粉底 Fit Me的 美宝莲Fit Me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之前发了那个测评的视频 非常详细的持妆过程 还有它的妆效啊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看一下 最近我超爱的一个定妆蜜粉 就是Cavion D的这个 对它相见恨了 就觉得怎么能有这么好用 粉感超细 上在脸上很漂亮的 磨皮哑光的妆效 定妆效果贼棒 延长我的持妆效果 并且它上在脸上 不会觉得很厚重很闷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Light 然后它里面有附送一个粉铺 所以出门带着呢 补妆也挺方便的 好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各大国主都挺喜欢的一个 就口碑非常毫不秀 我在夸奖的那种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位有点略高的话 咱们国产也有一款很好的这个粉饼 品牌名字太难读了 是叫ZC吗 是这个月初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每天把它放在包里带出去补妆啊 然后定妆的时候也会用它 并且它整个包装 还有里面的这个小粉铺 我觉得都是蛮堪用的那种 这两个相比的话 肯定是这个的妆效是更细腻的 但这个在国产这种价位内呢 绝对是少有的很棒的产品了 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有睫毛巾呢 我最近经常用这个 这是一个睫毛生长业这个品牌的名字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然后我并不是每天都用 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就用一次 可能有的时候隔了一天两天的这种 虽然没有让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我整个睫毛又浓又长了 但是它真的是有让我一些就是 没有长过睫毛的地方长出了睫毛 就比如说就是睫毛上面一点点的那个位置 有一些小细绒毛长出来了 我是有注意到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促进这个 睫毛生长的趋势的 所以最近呢我就用的比较频繁 也会一直在用下去直到 我对自己的睫毛比较满意为止 那说到睫毛呢 顺便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我爱用的睫毛膏 登登 欧莱雅的这个Lash Paradise 我还囤了一支 因为真的很好用很适合我 就可以刷出我现在这种睫毛的样子 它不是特别的根根分明 但它是真的特别的浓密 这个一定要买那个防水型的 我之前测试过不防水的那个塌的很快 这个维持卷度的效果超级棒 所以在之前的本集测评里面 大家都问我是用什么睫毛膏 一整天睫毛都不趴 就是用它 如果你的睫毛比较稀疏的话 很推荐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它的缺点就是刷头太大了 刷下面的时候特别容易蹭到 接下来呢我最近喜欢的眼影是这个 Huda Beauty的 好像是今年新出的色号吧 叫Coral Obsessions Coral Obsessions 是一个 这个颜色真的是换汤不换药 各种品牌都有出这种色系的 应该叫做这种日落的枫叶色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它这个黄色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我大概给大家刷了一下色看一下 配色说实话没有觉得特别新颖啊 或者怎样的 但是我确实最近挺常用它的 它可能就在于它比较小巧 然后颜色呢都还蛮好用的 尤其它这个黄色 我前段时间就很喜欢黄色的眼妆 就每次都是用它来大面积的铺一下 它的颜色在黑黄皮脸上呢不会想特别怪 它这个黄色呢你看它涂在我手上 是蛮和谐的一道黄色 不会是那种一道亮黄很吐气 这个黄色就是很洋气的那种黄色 反正也还ok 主要是它很便携 就还有一个镜子 可能就这些因素让我挺喜欢这一盘的 虽然它的配色没有什么新意 如果你有日落盘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你们再买这一盘 我觉得差不太多 并且这个呢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深的棕色呀 或什么的 来加深你整个眼妆的轮廓 但是我最近呢就是喜欢这种 没有特别沉重的颜色 在眼睛上的这种眼妆 适合夏天 so that's why I like it 这个价格可能是在200块钱左右 如果觉得高的话 那么我有一盘 其实也跟那个一盘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紫色盘 这是完美日记的四色的眼影 就摸上去是有一点绵软的感觉 然后又是那种很日常的紫色系 还带有一点点的小心机 四个眼影里面就有两个是偏光色 但是是那种豆沙紫色感的 配色让我眼前一亮一个小小的四色眼影盘 所以最近呢我也是有拿它画过几次眼妆 就是它总体是淡淡的啦 淡淡的加一点点的小心机在里面 但是还是很适合夏天 这种清爽薄透的那种妆效 说到完美日记 之前我不是有买过这个九色盘吗 他们品牌又送了我一个 我还没有拆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送给你们来尝试一下 那想要得到的话就 还是老样子一条龙服务呗 好我喜欢用的眉笔呢 最近是这支维姿的101号 它是一个水眉笔 它就像一个眼线液一样那种毛刷头 然后用它可以画出毛流感的眉毛 最近我就很喜欢野生眉的感觉 就是像没有画过很自然的这种眉型 有自己眉毛的走向啊什么的 它这个颜色呢用起来还挺自然的 但又不会想太淡看不出来 那这个也比较抗汗吧 也比较抗晕 所以我还挺喜欢用这个的 我现在脸上这个高光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它其实是泛出了一种粉紫色 就偏粉一点点的这种光泽 这就是MUA的 之前好久都没有重庆它了 我又重新把它挖出来发现 效果还真挺不错的 我是觉得挺不错的 你看似清淡的妆容 然后又残留一些小心机 光打过来的地方又微微的泛出这种 粉紫色很梦幻的那种光泽 我觉得这种高光啊就是那种 你会在街上目不转睛盯着看的 你会特别想知道它用什么高光 然后就很吸引人 眼影我忘了说一个这个大牌的 这个阿玛尼闪片的眼影蜜 它虽然是粉色的 但是它其实通透感蛮好的 我会把它这样稍微的晕开一些 就像是一道那种银河 它闪片还蛮大的 其实当时贵姐告诉我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把它点在眼睛上晕开之后 当做一个眼影的打底 你可以叠加其他的颜色 然后这个眼妆也会透出那种 bling bling的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会把它摆在外面 就想起来会用一下 有一个眼唇卸妆液 我发现非常非常好用 这已经是我第二瓶了 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 价格超级便宜的 如果你去买鹅版的 就是俄罗斯那边带购过来 就是价格真的很便宜 就慢单的那个 我用起来是稍微有点辣眼睛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个我用完全不辣眼睛 还蛮温和卸得也很干净 这包装也好看 就是扁扁的这种 放那不沾地 然后再给大家看几个那个口红 先说这两个特别特别便宜的 就是我今天嘴巴上涂的 一个口红加一个唇蜜 这两个全都是来自 LA Colors这个品牌 就是一个巨白菜的品牌 这两个都好像 单价都不超过15块钱吧 但是它的品质出乎意料到很好 这是一个比较偏土色的那种 砖红土色调的一个口红 很好看很气质的 这个调色蛮棒的 它的咸色度啊 它的遮盖唇色的效果呢 可能是一般般你需要叠加好几次 就是它颜色会比较饱和 然后我今天又在上面叠加了这个 这是我刚买的一个唇蜜 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它的颜色也是这种 像奶茶裸色棕色这种感觉 很温柔 你可以单独擦一个 也可以在下面叠加一些其他颜色的 就有不一样的效果 它的光泽感特别好 然后让你的唇蜜立刻消失 你可以先买一个便宜的试试看 你是不是喜欢这种效果 另外一个这个国货的制优犬 我就不多说了 它加了这个雅光唇釉666 这个颜色真的是还蛮666的 超级好看 就是我之前在底妆测评的那一期 涂的这一支 很多人都问是什么色好 就是这一支 也特别适合我这种黑黄皮 上嘴呢也特别舒服一点都不拔干 但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 很容易脱色 并不是说那种粘背的脱色 就是说你连不吃东西的情况下 可能在嘴巴上呆个两三个小时 它颜色就会变淡 就没有那么饱和 可能就是要补擦一些 就是它的缺点 另外一个呢 是YSL的 这个是大牌的了 它加的这个唇釉 这也算是那种玻璃唇釉的质地 有点偏橘 比较元气的一个颜色 去参加那种家庭聚餐的时候 会涂这种就长辈比较多的时候 涂这个会显得就是气色很好 然后又很元气很乖这种感觉 清透的颜色 这个我还蛮喜欢 这个是YSL的这个 这叫黑管吧 黑方管的202 另外一个也是有点贵 但是还真的很好用 这一瓶就是匈牙利的这个品牌 就它这个喷雾啊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我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东西产生兴趣 但是呢 就像它这个喷嘴喷出来的雾 非常的细密 非常舒服到脸上 另外一个呢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皮肤纹理很粗糙 就洗脸的时候 你会摸到脸上 咯咯哒哒的那种不平滑的感觉 但是我把它喷到脸上之后 等它吸收完之后 我就觉得突然自己敷之后变了 就觉得特别的滋润 然后摸上去就是肤感变得很好 好像是变光滑的一些 就有一种很神奇的效果 虽然它没有说真实的 让我的肌肤变得特别平滑 但是真的让我的触感 我的肤感变好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魔法 所以我觉得它能够让我的皮肤改善 就给我一种花着钱 花着蛮值的感觉 那这就是我上个月喜欢用的产品啦 如果你们也有特别喜欢的 欢迎跟我分享一下 哪一件产品让你觉得很心动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看到这里呢 就别忘了留个赞吧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